- 接下来大家其实都可以透过今天的议题当中 不断的听到数位创生数位男生转型 它不仅仅是一项科技和永续的专案 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共创运动 云林就成立了地方创生专案办公室 进行跨局处整合 共同推动地方创生专案 也借由静林减碳政策 推动成立因应气候变迁专案的办公室 将各方的力量聚集起来 共同推动一系列重大的城市发展成果 而这些成果更有助于我们学习及借进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云林县 因应气候变迁专案办公室的 林氏梅执行秘书 来透过线上的形式 与我们分享云林市位置会 与绿色永续双身转型推动的经验 让我们欢迎林氏梅执行秘书 林直密你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哇我们的声音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目前也可以看到画面是非常顺畅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直密咯 好谢谢主持人 主办单位今天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林副署长 以及来自我们各单位的代表 还有各领域的贵宾 线上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云林县政府英秋变迁专案办公室执行秘书林氏妹 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 利用线上跟大家分享 云林县在数位置会 以及绿色永续的政策投入 那么接着我就开始来进行 等一下画面 好这是我的简历 云林县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云林是农业大县 那已经连续好几年的农业总产值 包含农余序都超过890亿 那可以说是云林是台湾最重要的农产业基地 那各位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蔬菜里面有三把就会来自于云林 那同样的在续产方面 我们有三头猪大概就会有一头是来自于云林 所以整个云林县来讲是台湾最重要的粮仓 那但是像这样的农业大县在气候变迁上 因为气候的不稳定 那我们影响我们的农业永续发展 我们农财到底面临的哪些问题呢 跟大家回顾一下 最近大家是不是很有感 是不是全台气候里面都是像烤番薯一样 我想大家都不要觉得意外 因为这几天这样近期的高温 真的已经刷新了 我们最近12万年来的记录 这个是媒体上的报道 那动辄是35度36度甚至于有单日就是有高温创高达38度 尤其是今年云林在6月26号 我们是全台最高温的就是在云林的陡南 那网路上是这么说的 没有最热只有更热 那尤其是今后啊 每一年都是夏天都是最凉的夏天 那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云林在湖北的就是有个特色的花卉是杨洁梗 它的产季通常是在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3月 那这个花卉它通常是以外销就是日本为主 那今年因为今年的12月天气冷 没有就是不开花 所以花期延后 那延后的结果呢 日本自己当地的杨洁梗已经开始采收 赶不上这样的外销季啊 那到了4月天气又变热 所以各种花卉都爆量爆开啊 所以原先是说赶不上外销季 但是如果能够利用内销就是在母亲节 能够当一个花卉的上的 可以当一个季节的花卉来使用 但是又集中就是整个花絮大乱 所以造成花价一路崩盘 所以从每公斤的就是200块可能降到70块 所以真的是前所未见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农产业受气候变点 影响最具体的一个案例 那尤其是第二个 我们云林农产业会面临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云林青年的人口外延 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 那我们云林有将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是从事一级产业工作 那有超过六成 这个人口的从事跟农业有关的 那我们65岁以上的老农是高达21% 也就是说每五个人只有我一个人 随时会因为退休 或者是因为其他因素 没有办法再继续从事从农的高龄族群 所以各位爆发这种引发的粮食安全危机 并非不可能 所以云林现在这个气候变界影响农产业这些问题 我们是怎么样来因应会是未来 所以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那另外的农产业会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云林农地面积就超过八万公顷 那所产生的农业剩余被气候也非常非常的量非常的大 那从画面上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就是我们在收割这个稻米之后的稻杆 我们农民常常会因为就是方便 所以造成就是就是燃烧稻草 然后造作物产体的燃烧就会影响空气品质 这个也是我们云林在整个生产环境上 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云林县环保局在109年 就成立了环境品质的监督小组 那我们不定期也无预期会联合机场 然后深入去追气这样的污染源 那我们也透过我们这个 我们也整并的这个云林县 有专属的环境资讯整合的APP正式上线 那这样利用这样的空气品质的微型感测器 以及这样移动式的空气品质紧急应变车 还有就是有智慧型的AI水质的感测器 不断来监测然后科技执法 从这样的正式成立跟上线以来 这个成效北然 我们的稻草燃烧比例甚至造成空污 这种水污染的防治这些都已经有蛮好的成果 那跟大家报告 我们云林县在从109年就已经宣布启动SDGS在云林 那在110年的11月 也就率地方政府之先 我们就成立英秋变迁专办公室 然后也定定2040年的农业减碳策略以及路径 然后持续不断定定减碳生活行动年 甚至于23个局处都要以永续农业这样的政策 施政方针来持续推动 那云林的既然是农业大线 我们文字气体是从哪里来呢 我们在成立气候病人专案办公室的隔年 我们就跟台大的技术团队开始来调查 那大家从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就是农产业这个部分 我们调查结果 以109年当季准年来调查 我们总温室币的排放是以69万4700公顿 二氧化碳当量左右 那各乡镇的分布热点也都在 我们这报告书里面有呈现 那总结报告结果呢 我们也查出来就是说 我们有三大类是高于全国平均值的 像在农业用电 农耕土壤 以及水稻的种植排放物色气体 这个都是高于全国平均值 所以这也是我们会把这三个 高于全国平均值优先在我们的政策治理方面 那举例我们来看 刚刚提到的水稻种植 因为我们高于全国平均值 因此呢我们就优先来治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水稻种植会是 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呢 因为他在淹水跟试用肥料的过程 其实他不仅是会排放二氧化蛋 因为他在燕氧环境 那同时呢 他也是甲烷跟氧化亚丹的重要的排放源 那因此我们今年在 在今年度呢 跟中兴大学合作 我们有选定全国水稻密集种植最多的大皮箱来做研究 那我们调查适用的益生菌制剂 跟未适用的灌性农田 在水稻的生长各种不同的骑程 来观察监测 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现况 那我们一起做了研究结果 最近才刚召开的其中报告 那确实 这个有适用益生菌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确实是减少不多 但是呢 对于甲烷跟氧化亚丹的排放量 真的有明显显著的差异 减少很多 分别减少大约就有92%跟80% 那我们二级座会持续研究 并且我们将来是很希望能够结合企业的ESG 来任养益生菌 然后来任养我们青农的水稻田 那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企业 还有我们云林的农民呢 也担任气候公民 然后对环境的负责任 跟创造青农企业跟环境的永续共好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已经定立了2040年的云林农业禁临路径 其实这个时间激荡其实也是一个大工程 我们是跟超过230位的专家学者 还有在地的农企业青农社区 从几个工作方来去创选出适合云林县来执行的 这种这样的政策跟策略 那我们透过三大的轴心 就是向产业转型 未来农业以及社会支持这三大轴心 然后也有数十个行动策略 希望我们2040年云林县 希望达到农业禁临 那在说过了 我们是农业大象 我们如何利用农业数位转型跟绿色转型 来做我们的创生服务的方法 那其实云林农业在产业困境跟气候变形的双重挑战 我们在推动这两个双重转型来带动农业升级 那运用智慧科技以及净零排放的概念来建构属于 云林县希望建构包容安全任性 并且具地方特色的智慧农业 那我们除了说想要有效提升农业生产力 以及弥平 我们刚所提的会有劳动力缺乏 还有产量不稳的这些缺口 那我们希望说 而协助农产业能够顺利接轨 这样的未来国际的减碳趋势 然后让各界看到云林在农业发展的活力跟多样性 那么云林县在2020年也开始 我们有跟冯甲大学技术合作 就是建立云林数位农业行动平台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技术导入 透过智慧科技整合县内各乡镇市的农情资讯 然后我们原先其实这个是属于战情市的那种一个概念来建制 但是后来我们已经升级到 就是跟手机板扩展云林农情通的LINE的服务 大家在简报上其实可以看到 包含教育行情气象观测 农地智囊产销预警这一些 那为了加强农业整个气象服务发展 我们在去年也跟专业气象署合作 希望签订 我们已经有签订合作备忘录 双方共同来推动 希望更精准的气象服务 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跟气候产量 跟市场价格跟早期预警分析这些可以来提升 我们云林现在这个精准农业上的政策 那接着来看我们如何用智慧科技来创生云林农业 那大家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我们结合的专业团队来盘点我们各个产业 我们有做专业服务以及产品的设计 我们也是有效来提升一级产业的生产力 然后达到省力省工这样的科技应用跟管理模式 这是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产域跟农企业的 那各位画面上看到这么多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实证的产域 我待会儿我会举例来列举来说明 首先看到大家看到水林乡的这个微薰农场小黄瓜 它这个特色就是采用戒指的栽培 解决地利不利耕种的问题 那同时呢我们也发展碳汇量化方法 以及工厂管理的概念来打入温室的全面监控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智慧温室科学的栽培模式 那除了是智慧环控的温室 它会自动配氧液 自动配比氧液 还有就是收获的频率呢 可以增加到1.3倍 那土壤病害也可以降低到8成 可以减少轮座障碳 那碳排放也减少 比一般传统种植还减少640克的二氧化碳当量 那我们接着来看我们下一个场域是 我们北港镇的有机芽菜 那红生芽菜是建构自动化的培植系统 它其实是从芽菜的栽培清洗秤重包装 检验都可以自动化一条笼 那尤其是会是自动化的包装流程 也不使用化学的药剂来增加保鲜齐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建构有 有机农场的一个很 很优的一个生产模式 接着来看到我们二轮箱的东远粘米厂 这个是建立智慧化储存的管理系统 那二轮箱其实是台湾道米的最强生产基地 那同样的这个也都是属于自动化的储存跟生产系统 那除了说它透过这样的自动化温控 可以使储米桶维持均温 不会有差异性太大 然后搭配智能的补虫设备 有效减少虫害减少储存量这些损耗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智慧化的储存管理模式 好我们也看到这个大皮箱的杏包固 这个杏包固这个农场 其实它也是利用发展再生能源 创造绿色农场 减省人力然后稳定品质 那除了自动化的收获 它可以增加到三倍 智能环控人力需求减少五倍 那尤其是它有跟绿能加值 每月可以减少3450公斤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呢 其实每个月大概可以发电到六万度 已经足够在那个场域来支付使用 所以这个也是建立我们农业能源转型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示范场域 那大家看到在鱼产的方面 我们也提出一个示范场域跟大家分享 就是口无乡的台湾钓 这是属于口无鱼的生产合作社 我们这个合作 我们这个产域 其实是国内外 其实竞乡都会有相关的业者 或者是专家学者来参观来取经 它是用养殖数位化智慧化 而且是以太阳能搭配改建的这种室外的鱼池 它的因为智能化养殖可以让它的收获产量 可以增加到23倍 那减水可以减省93%的用水 然后用绿能加值可以减少一倍的用电量 而且它的发电量是大于用电量 我们这个场域的负责人跟我们分享 它说它真的是不缺客源 但是它缺的是料源 所以说如果能够有一些器座的云米愿意跟他们合作 它们其实是销路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接着我们来分享在续产这方面 我们有两个场域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方圆畜牧场这边 我们台湾联产 大家知道吗 400多万只的肉饵 其实每10只就会一直来自云林四五 那这个也是都是透过人工智慧AI跟物联网 还有透过无线射频的辨识缴 来识别这个儿肢的散淡情形 我们农场主人笑说 这个哪只儿肢发烧他都知道 所以这也是建立智慧儿肢的一个生产模式 那我们看到这个土库的土鸡利瑞畜牧场 那这个利瑞畜牧场 同样的它也是创业界之先 打造智慧家庭的养殖系统 那它同时也是可以侦测到 这个现场的温度湿度 以及它的二氧化氮整个场域的这一些 包含智能机器装置 整个基础的环境调整 都是透过AI影像来辨识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 智慧基础的生产模式 这种种我们的这些成果 还有包含我们在政策 永续政策上的投入 那尤其云林刚刚讲过 我们的因为人口一直不断的流失 所以云林现在地方创生上 我们也不遗余力 那努力到现今 我们截至到2023年通过国发会的 有15个乡镇 是已经拿到国发会的支持 拿到地方创生 是全国最多 那目前应该是有第16个乡镇 也已经通过 所以我们是为了这个地方创生 来创造云林450个就业机会 希望能够留人留彩 那国发会呢 在这个在2023年截止 已经有支持云林县政府 在七一八千万元的计划金配 所以我们在去年拿到 云林县政府拿到行政院的 国家永续发展奖 那云林县呢 透过公司协力 产观学院的这些策略合作 那在去年一整年 我们也拿到155座的奖项 尤其是在云林的数位 以及这个绿色双生转型 我们也获各个媒体的一些专题的报导 那这个真的很感谢我们 不管是各单位或是政府 各个中央政府都有支持云林县政府 有看见云林县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 那我们看到在成果指标这边 净零促使产业加持探权探位 现在在画面上看到了 像这样的减量增费循环率趋势 这些都是我们follow中央的政策 以及像调试也都是中央的政策 但是我们从这些中央的既定政策里面 我们去发展出属于云林县的在地特色的 例如像我举例来讲 在循环领域里面的农粮废弃物资源的循环 我们其实也发展出 我们现在跟农粮所在合作 像凤梨叶本来是废弃的 应该如何去做资源的循环 在序幕的废弃物的 兼顾能源资源循环这边 不管是早溢早渣早气发电 这些云林县在全国的表现上 我们都是得到全国第一的 像海洋废弃物的资源循环 我们云林在发展海茅沙 就是废弃母粒壳这方面的发展 现在也颇有成果 将来有机会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在数位科技稳定高值农产 真的是可复制可扩散 我刚刚列决那些场域 都是应用智慧科技来带动云林的 我们的不管是农场续场 这些都是 然后也稳定高值农场 真的是可复制可以扩散的 那我们云林其实一直自律在发现 发现这些智慧的无限可能 但是云林县并不是单靠自己的能力 就有办法这样的呈现 我们真的是透过不同的产观学研 公司协力一起来做跟产业合作 那我们最后呢 我用一句话跟大家做分享 独行虽能速尽 重行方能致远 云林县其实真的愿意跟大家一起努力上前行 也希望我们各位业界尊敬的伙伴 各位长官能够多给云林县支持跟指教 以上是我的简报 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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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聆听